2023年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单首轮 日本选手大哭彩对阵的是台湾选手许文奇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刺激 每一局都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反转 而大哭彩更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轰出一波7比0的夸张比分逆转比赛 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比赛 许文奇挡杀球下往 比分来到12比10 大哭彩稍有领先 漂亮 大哭彩往前勾对角得分 往前就非常的细腻 角度也很刁翻 头顶重杀下往 这段时间两人的失误不断 大哭彩一直保持着领先 分叉始终也拉不开 许文奇连打两分 比分来到了17比17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将比分给追平了 比赛的赛 大哭彩回球下网 比分战成19比19平 最后关键球的争夺 大哭彩再次回球下网 徐文奇以20比19拿到一个局点 徐文奇抓住机会 往前的扑杀得手 以21比19拿下了第一军 大哭彩在负荷时刻被逆转 第二局 比分来到11比11 打得相当的胶着 随着这一球的落地 大哭彩再次将比分领先 大哭彩连续两个失误 比分13比13 许文奇再次将比分追平 大哭彩 往前九十五 这段时间许文奇的失误不断 大哭才也始终保持着三分的分叉 大哭采莲拿四分 直接以二十比十五拿到五个局点 回酒出界了 关键时刻大哭采的失误上来了 许文奇趁机就回四个局点 捡了一球 大哭采第二局拒绝被逆转 拿下了最后一分 以二十一比十九关分一局 第三局比分战成九比十三 大哭采落后了四分 随着这一球落在界内 成功地追回一分 连续的快攻打得很连贯 大哭采跑动的速度也非常快 高厚采落下了最后一ショー 意识大哭采落下了最后一所 你看在这上一支 的鑽ii 大哭采落下了四分 许文奇回球下网 大哭彩在追一分 比分也来到了14比16 大哭彩打得有些着急了 往前的抢攻出界了 许文奇连打三分 比分来到14比19 大哭彩的局面 非常的被动了 好球往前推后场得分 大哭彩连打5分 将比分追至19比19 开始关键球的争夺 许文奇反手勾对脚下来 大哭彩再拿一分 以20比19拿到了一个赛点 跳杀鞋对脚拿下复后一分 大哭彩以21比19完成了逆转 从14比19到21比19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大哭彩轰出一波7比0的得分高潮 成功地完成了大逆转 最终大哭彩以大比分2比1 战胜了许文奇 成功地晋级到下一轮 球迷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一场比赛精彩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